在高雄有命抢匪见到老妇人独自一人在眷村种菜 居然是假问路真抢劫 那么警方把他锁定了 直到前几天他驾车不小心冲撞民宅受伤 最后还是被逮捕了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抢匪作案车辆悬挂了脏车的车牌 于是以车追人 锁定了卢姓男子涉嫌重大 但是因为他冠定所迟迟都没有抓到人 直到他开脏车自撞民宅 造成了左脚粉碎性的骨折 整个人动弹不得才被逮捕 那么卢姓男子落网之后坦承抢了老妇人 一万六千元的金项链 然后是便宜卖给了金饰店 现在警方针讯之后将他移送法办